一个是5月29号新华社公布 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印发了一个 2024 2025的节能降碳的行动方案 加速太久老旧机动车 然后很重要 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汽车购买的限制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比亚迪很厉害 大陆新能源车很厉害 你知道吗 但不是想买就买 他们有些限购措施 但为什么要限购呢 因为有些地方的公共设施没有跟上 比方说公共电动装等等之类的 很多配套没有跟上 再加上可能产量也不够 所以它各个城市有一些配套限制 比方说你要交什么公斤交了多久 你要有什么样的车牌等等 每个城市的限制都不一样 那现在也没有注意到要取消限购了 谁不想买中国的电动能源车 在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讲 为什么还要再去买油车呢 对不对 但我得要符合资格 所以我现在不符合资格 我也就摸摸鼻子 我只好去买油车 但现在它的购买限制要拿掉 这不得了 这是什么 整个新能源车又迎来个大拐点 所以你仔细看 目前它的这个数量已经冲得很高 到了明年一拿掉之后不得了 有没有 那个数量可能会大喷发 因为现在听说所有大陆民众 换车都在等着这个 我居住的城市 它的限购 什么时候可以彻底拿掉 我符合我就要马上去换车 那当然啦 它对于这个空气啊 对于这个环保啊 也是一件好事 对 然后这个你也可以想象 对于国内的内需的拉动 也会很大 所以不要看它只是一个硬邦邦的文件而已 中国电动车超级强项 电池啊等等 整个的行业再往上 再上一波 还有一个就是比亚迪啦 刚刚这个节目还没开播前 这个环保老师就碎碎念 一直在念这个 对对对我是碎碎念 对不对啊 因为这个比亚迪最近不得了 他的这个技术又再度亡炸 又突飞猛进了 这个综合续航两千一百公里 什么概念 王传福讲了一个白话文 就是说全球的插混 就是说这个这个电力 这个混合系统进入了中国时刻 以日系为主导的这个混动神话 彻底被中国打破 全球每卖出四辆 这个插混的车型 就有三辆来自中国品牌 所以什么概念 他这个技术亡炸到什么程度 会有什么影响 袁老师 哇 我跟你讲 就是说稍微介绍一下 我相信 我去到大陆参观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然后他跟我安排的 刚好是比亚迪跟宾士 合作的一个厂牌 叫做驱士 然后呢 这个腾士 叫腾士的车子 是属于比亚迪的高级车 然后比亚迪很真气 它里面这个高级车里面 我才了解到 我花了很多时间 它这个叫DMI系统 因为DMI系统的话 其实原来我们了解 叫做油电混合的时候呢 会觉得说呢 油电混合当中是 大家会觉得有一个理念当中 就是这个 你这个油呢 平常的话呢 就是发电 然后就是用电 用电来驱动车子 然后平常的话呢 到了这个电不够了 就不够就换成油 但是我那个当场 在做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的话呢 他就是有这个腾士老板 他这个基本上呢 他没充过电 他全部都加点油 我跟你讲 这个有影片了 我就看到了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王船福 这个DMI 他创造的一个系统 可以说是 不但是领先世界 真的是遥遥领先 因为呢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 就是有四辆车 同时从这个深圳出发 有一辆的话 就是每一个人的话 都是开满 他们一件事就是 先测一下 他的这个油耗 就用他们的DMI的系统 这个油耗的话呢 我所得到的是 两 不到三公升 就可以开一百公里 这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技术 因为我们买车的时候 最大的花费 就是加油嘛 那你现在的话呢 那另外的话 更了不起 就是它的续航力 加满油以后啊 就开始开啊 可以开两千公里啊 我的天啊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 你现在一个最重要 开五百公里 不得了了对不对 所以呢另外的话呢 我这一次在整个峰会里头 就做了一下那个 比亚迪的那个问界霸 还不是问界九啊 问界九是那个加州州长 纽兰在开的 占不绝口的 就是这个问界霸里面 他们就有卫星电话 什么各方面的设备啊 那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DMI的技术 再加上这个卫星电话 他们基本上的话呢 整个开车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不贵哦 我坐的那个商务车啊 基本上的话呢 它我这不是吹牛的 它是有两吨多的车体的重量 它一个小 它一公升的油 可以开到二十公里哦 就是说这么重的车子 然后它里面的发展量之大 可以一拉开 可以用那个电盘烤肉啊 所以说你有一辆车 等于是全部都包了 那那个王川福 亲自介绍这个技术啊 这个技术其实蛮久的哦 至少有两年了 但是现在大爆发 我讲一句话 大爆发就是说 便宜车都装DMI 所以从此大家开车以后 什么人都买得起 真的变成Voxwagen 原来这个德国车 就是国民车 现在大家都买得起啊 你想想看 续航力量 2100公里什么概念 从北京开到乌鲁木齐啊 对啊 从北京 它的新疆啊 你要了解那个多远啊 你到底有多大 问题这个车 才卖四十几万台币一台 对啊 不是 你的比较好的 还有什么系列 就是汉塘系列 朝代系列 海洋生物系列 还有那个稍微高级的系列 通通都有装了DMI的设计 所以你这个叫做 这个叫插房 就是他们这种DMI的 这种系统当中的话 又便宜开了又久 你要想到开2000公里的话呢 你自己出去玩 又什么都行 所以这是北京开了乌鲁木齐 不用充电 不用加油 一路 你从北京开到四川 也是以这个道理啊 开到哪里 你这个 这个真的是让你会发觉说 我自己来讲 说句良心话 我借这个机会顺便讲 大陆没有时间 跟你搞这个统一的事了 那是个经济大爆发的时代 现在坐收成果嘛 可见得 这是一场战争陷阱 那个赖统一的狐狸八糟的 搞进去 搞在这个叫人家拉人家进去 我对比亚迪比较有感兴趣 对 我已经听我讲了 因为比亚迪本身来讲 他的价钱好 他的用户实在 另外更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这几次到了福建 这种新能源车的车牌 起码有一二十个 我想上次讲到 因为比亚迪我每次讲到 那个伟来也很厉害 那个什么 我这次见识了好多牌子 他们基本上 他们说这个叫 华为本身出的车子 小米出的车子 都很厉害 所以你看啊 院老师 那技术大突破之后 再加上文件上的开放 产能的跟上等等 不得了 明明的此时 现在全世界只剩下 只剩下美国开那种 那种大车一公升 只能够拍七八公里的 人家全世界人都会用 这个DMI的技术 因为这个是一个 明显的一个大突破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以全国的这个 以全球来看 中国的新能源车 已经是很强 已经是第一个人了 但他的国家政策 第五代了 再加上技术 所以他强更强 再往上跨了一个大台阶 三年来五代 三年前马斯克还在笑 比亚迪的车子跟特斯拉怎么比 现在他都笑不出来了 特斯拉快被DMI打垮了 在全世界的市场上 他这个本身来讲 在国际的禁区上来讲的话 大家谁不想 在油钱上涂个便宜 讲到这个车 为什么三位眼睛都绽放出光芒 不是 就只想到立马省一百万 你不用加油了 对不对 因为车子现在已经变成必需品了 对 代步了最佳工具 一定是这样的 难怪亮哥讲嘛 亮哥说如果赖清德要对大陆事出善意 就是开放让比亚迪进来 我们还没有讲内部的装潢 我跟你讲 我现在养成习惯 回来坐车 开车开得好难受 因为我一坐上那车马上按摩 你知道 然后讲说还真空 轻一点 好 是的 是的 这个很舒服 由摄入减难 好我感谢一下大家的 这个做一个比喻 就是你花45万台币 买一辆休旅车 中型休旅车 然后装满邮箱1500块钱 台币邮箱 然后你可以开台湾两圈 绕台湾两圈 就这样子 对啊 我们台湾开车人那么多 到墾丁下来 对 就这样子 那个店发出来的店 还可以烤 邮钱的负担变少了吗 因为买完车之后 加油是最大的负担 现在变少了 大家会往那个地方去 节能 连我的眼睛都绽放着光 这只是车子 我看到了整个数位中国里面的新能源车 然后无人机 无人船什么的 那个技术真是冰山一角 什么都大爆发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